来,T.O.G 硬哥,硬哥,我大伙子你试一试 啊,没事,说 那个什么,我昨天晚上 我那个医院 我昨天总值班 然后下课室寻场的时候 我碰见 我初恋 来我们医院 生孩子,然后进了产科 低诊 初恋上你们医院搞痔疮 然后我直接心情就特别 就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我挺那什么的 不是咋的,你没感谢大爷的阅读会 不是咋的,你没 你没媳妇啊 我有,我明天结婚 那你有啥说不出来,你咋的了 就是感觉就突然一见面 然后他也应该属于你 分手之后八年没见了 然后也没有联系 那是啥意思,就是他也应该属于你,你觉得 不是,不是这意思 那都分手了,你有啥心里不得劲呢 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然后后来他 既熟既陌生 也是我带着办的 他认出你来了吗 认出,就我下 下边寻场的时候 你多大的时候出的这个项 大学 大学的时候,那基本上 这个对象出的很完整 该有的都有 那就是 因为他后来是毕业出国了 出国上学,然后分分开的 还带点遗憾 然后 现在他老公,他老公来了吗 一块啊 老公帅吗 我都看见了 如不如你 还能干什么呢 我也不清楚,反正 你就说如不如你 你自己觉得,咱目测自己觉得 他老公如不如你 差不多吧 怎么能叫差不多 还存在差不多 我们 我不见 我见过前女友 任何一个他们的现男友 都觉得不如我 那我也觉得不如我 那你看对 你就实话说就完了 如不如你就完事 有没有你个高 差不多高 差不多高 完了那个 有没有你有学问 都是本科 都是本科啊 应该都是本科 你现在做啥 你现在是医生啊 还是主任啊 你怎么还 我之前医保那个 不是,我说你是主任啊 还是医生啊 你是为什么 不是,我之前我大号 我是北京医保的那个 医保的 医院医保那个 啊 完了呢 你 那我说 咱有这个工作职权 你别乱用啊 就是在 我没用 对,我知道就是在工作职权内 能不能多去检查他两趟 合不合理 我可以 没事 没事翻开看看 我看看 进科室 我对 没事没事翻看看 来来我看 看不着 看不着 合上了 那又不是我的 我翻他干嘛 不是 你管是不是 对 你管是不是 你没事 看啊 咋咋的了 我说 我说没事 他就趴那个病房外面 把那个窗户打开 看看 看看里面 哎,那是我初恋 我能直接进去 我能直接进产房 那你 那你不行 那你别,你别违规 你要是想了你就多看看 我不是想 就是昨天就突然那么一见面吧 然后 说两句话 就是后来我就接着 说完两句话之后 我给人 我带着他办的出院手续步骤 然后后来我就接着干别的去了 但是就是 这心里面一直是翻江倒海的 对 这一宿 这夜班上的我就挺那什么 你想 你想不想 装把犊子 装过犊子吗 怎么装 就是假如要是我的话 如果我看这也翻江倒海的话 我就等他老公在的时候 我过去直接就跟他说 这是我大学初恋 哥们没别的意思 现在都彼此都成家了 就是我不是说还喜欢 因为都多少年都不联系了 但是看着以后 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有一种就是翻江倒海 那种很兴奋 都不是说是喜欢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未婚期了 马上我也结婚了 就是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就是所以我想 我想在这多待一会儿 跟他捞会儿哥 你能理解能接受吗 哥们 那哥们要显得 我跟你讲这叫啥 这叫道德绑架 他说不能接受显得他小气 因为你毕竟没说别的 他说能接受这叫恶心 你就跟这恶心 恶心是什么事 你咱咋认识的 跟哪 狼人杀认识的 真好哥们 你得有一米八吧 没有一米七二 我看错了 眼睛长的 你也当医生的吧 不是医生 开租车的啊 也行 那往上这么多 那讲话呢 你能吃苦无上线 咱怀男孩女孩啊 当时想要男孩叫女孩 想要男孩生女孩 遗憾了 就去闹去完事了吧 主要是他后来我 我后来查他在我们医院的诊疗记录 他因为他医生给他开那个住院单上 就已经写了有一项那项我就不说了 就是不太那什么 然后后来我 后来我就看 因为我在医生边上我能进去啊 然后看那个东西 说之前去年做过一个中期银产 就是没没活了 就你明白吗 二周左右的时候 嗯 等于他的生这个还挺难的 对 但其实我说实话 你要问我该咋办的话 应该买点这个产后的母婴保健品 你作为医生来讲 你知道得多 买点母婴保健品 表示一份心意 然后身份也得表明你是初恋 这也不太那什么吧 你如果要是比如说就是说这是我同学 回头如果知道你是初恋 你俩在这儿演给他老公看 他老公肯定接受不了 甚至因为认为你俩还有事 本身没事就变成有事 嗯 知道吧 要不就干脆别打了就当没看着 嗯 对不对 你其实多想想 你多想想 你不是去检查吗 多想想 肚子一大肚腺底下 这会还长一条 长一条毛 肚子看来长毛了 长毛了 你多想想这种画面 咳下巴了 脚趾头又碰起来了 脚趾头纹都碰没了 这种呢 你也没啥兴趣的 你也没啥兴趣的 完了想想 都买买的不抬 嗯 这你就没想法 没想法就给自己控制下来 那您说就是 我 我 那刚才问我同事 说他好像今天晚上就要生了 然后您说我明天去病房看看吗 对你买点买点母婴用的保健品 吃的不犯毛病的 对不对 买点送的 以示祝贺 然后有机会的话单独聊那家园 要幸福 是吧 他啥想法 他看着你会跟你装不认识还是咋的 也就是 就是挺 就是挺那什么 挺意外的突然碰见 然后就聊两句天 你翻他的时候他抗拒了吗 啊 你没翻他啊 你不下下检查去了吗 我 我是 寻找看各科有什么需要那什么的 不是你不检查他们吗 我检查不了我 我是干行政的现在 啊 那你就买点 买点保健品意思意思送一下得了 嗯 是不是 行 嗯 这没啥好翻他呢 正常 这是遇见故人了 这个事我能跟我女朋友说吗 说呀 你得说 你还得告诉多亏当时没选他 孙孩他都不顺着 遭老罪了 当时我就指的冥冥之中 就指的是你在我生命里出现 我抛弃一切等你 那个时候呢 我以为他是我的唯一 我能看他才指的 我留一个后面呢 原来是你 Chall me 这红红你媳妇蛋你得说 别瞒着 回头如果这件事我 我跟你讲做人一定是这样的 回头你今天发生的事 如果被你现任知道了 你得确定他不会为此生气 你才叫问心无愧 你可以今天狗一点 你可以整的这处好像 你这次有嘴花舌 但是你一定不能 因为有一天说 回头对象知道 哎呀 听说你初恋当时 还上你们的医院去了 你俩见着了 那没说呢 这就完了 本来啥事没有 然后你到时候再说真没事 我啥真 我真啥也没说 不怕你误会吗 你不电视剧不都这么演的吗 嗯 对不对 所以你得说 而且包括他的现任 如果你也有这能力的话 他的现任你也讲清楚 我就是他 我就是他那个 原来上学的时候初恋 嗯 要不然让你让他也难做 查出来了 人家回头知道这事了 以后说 那是你初恋的啊 我说你俩根起没弄眼的 没好处 没人得好 明白吧 嗯 就昨天晚上还站一块 就仨人站一块 还说两句话 不是 不是他不是 他不是 这谁呀 哼是哈 看看他呼吸道去 喘气 喘气 不是他不是进急诊了吗 不是要生了吗 怎么还站那呢 昨天就是胎动异常 然后进了急诊 然后也够 也足月了 然后 是不是是不是也怀孕了 比以前咳上了 就是 的确 原来是他一米七 然后 原来挺瘦的 就一百零几斤吧 然后 昨天一见着我靠 那大脸圆的跟那个 什么似的 就 不是那你心动的点是啥呀 也不是没心动 就是 挺意外 就突然碰见 邪胞变到了 你哼啥 我说啥 你听懂啊 我没听懂 加血 加血那包 是不是用小包大了 你那啥了 没有 行 我建议你说 建议你说出来 最起码你不跟他说 你跟你媳妇来说 嗯 那晚上我媳妇下班 加班回来 那面倒也是 你跟他说你说今天碰到初恋老科似的嘛 多说都可以当什么选择 你别说你了 就真的你要胖到一百七十斤 你得比好看一百倍 真的 那不是做人胖了都好看的 说 嗯 去吧 好嘞好嘞 谢谢英宗 我现实就是用这招的 我今天但凡跟谁接触了 只要有女的 你放心 你不行问英嫂 我只要跟哪个女的接触了 英嫂只要不在 我回来必是给这女的鱼头埋的 英嫂都已经发现回来 我这女的不行这女的现实 现实的寒毛可重的 鼻子上面那胡子好像 好像长胡子 和侧面看 跟张飞似的 我必是一顿埋的 那靠不 不不不你 另说你 你不能让英嫂的 这个闹心 你明白不 甜菜 我甜菜我也这么说的 我说甜菜现实脑瓜长方形 跟麻将似的 他现实长跟大麻将似的 跟白脸似的 小个不大点 口口嗦嗦的 我就这么说的 对越好看越狠狠埋态 我很狠埋态的 完了必须说的时候 把眼睛一定不要有 不要有眉目之间的 不要有表情 知道吗 眼眉一定要放平 完了呢 就是说我跟你说真的 就是潜台词是 就是 讲真的啊 我跟你说真事儿的 他们再怎么皮囊这个东西 无关啊 间距不一样很正常 皮肤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那个皮肤跟你肯定是比不真事儿的 真事儿的 你看 哎呀你 对不对 大福 大福 没敢说啊 大福现实跟电线干 那是电线干长啥样 它长啥样 大福现实就是1米65电线干的 它跟电线干的是 它离远看 它好像好像是一个筷子上面 插个插个金针菇 英嫂喝喝我了 那是笑的 哈哈哈哈 对对对 我最白了 哈哈 好好好 下一位 下一位是谁 下一位是谁 要落啥了 狗呀 你们不懂 慢慢学着去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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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